港媒报东部战区副司令落马船与徐才后组建私家军对抗中南海图 看中国记者董林山综合报道 港媒报道隐身多日的习近平出席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后 中共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辉 被调查此前有报道趁杨辉被指与徐才后一起组建私家军意图对中南海不利 香港星岛日报8月24日引述接近中共军方的消息 报道8月22日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前总参二部情报部部长杨辉 因涉嫌严重违继接受军纪委调查 北戴河会议结束后8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在会上趁全军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要对党决对忠诚习近平还 特别强调从严治理军队腐败问题 上述报道说会议结束后就传出杨辉中将落马的消息 1963出生的杨辉在2007年出任中共总参情报部部长 同年晋升少将年仅44岁 2011年任中共南京军区参谋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大军区将领杨辉 在2013年7月获进中将他是中共18届中央候补委员 但在中共19大未能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 2016年习近平均改组建东部战区后 他仅出任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早在2014年上半年有 关他受查的消息就曾传出 但他在8月份公开露面 似有辟谣意味 2014年年末有海外中文网引述军方消息人士 趁军纪委和总参组成的工作组 今年早些时候已分别进驻总参二部 三部和四部 这三个专责对外情报部门进行反贪腐的巡视工作巡视 组发现中共总参二部问题最严重 前任总参二部部长 现任南京军需参谋长杨辉更涉嫌独职贪腐 同时涉及与中共军委原副主席徐财后的关系问题 正接受工作组审查 当时稿媒也曾报道 趁杨辉是江派成员杨辉 利用其分管俄罗斯的机会 在江泽民的心腹雄光街的引荐 下与江泽民相识此后 傍善江泽民在军中 杨辉与江泽民的另外几名心腹如有喜贵 贾平安等称兄道弟军方知情者透露 杨辉在竞主总参情报部长位置时通过中间人 搭上时任总参谋长梁光烈的儿子梁军 送给他两套别墅和数百万元巨款 为顺利搭上部长铺平了道路 2007年梁光烈升任军委委员后 杨辉直接被提升为总参二部部长 而身为总参谋长陈炳德事先都不知情 而由军委直接下的任命 据港媒引述军方知情者 透露杨辉还涉嫌与徐才后 郭伯雄一起组建私家军意图 对中南海不利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后 郭伯雄二人是江泽民的军中外将江泽民执政和干政的二十多年中尉 巩固全力晋升了大批将军 并利用郭徐二人架空胡锦涛在军中大肆卖关玉爵 徐郭等军老虎相继倒台 后中共军网曾刊文 趁郭伯雄与徐才后把个人私货 参禁当局决定插手下及职权范围内事务任人为亲 麦关玉爵拒脸钱财 收买人心干了许多挖墙脚 毁长城的勾当等评论并称查处郭徐 消除了重大隐患 尽管习近平实行军改后 军方官员也遭大范围轮换但有关政变 暗杀的传闻不断也新加 阴谋家也成为官方政治热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